18年前在台北宏集一时的火锅店 川巴子将宠出江湖 期待这三个字重新挂上 我等了十年 创办人张永华2010年因为离婚 将川巴子商标让给前妻 自己则在三年前在台北市松江路 开设川业宴重返麻辣锅事业 今年5月份疫情爆发 川业宴在5月19顺势洗灯 紧接着便在这个月 换上已消失四年的川巴子招牌 代价是30万元 将商标买了回来 历经了一年多 今年6月中 正是收到资贵财产局的公文时 其实心里没有多大的兴奋 招牌商在7月12号晚上 将川巴子重新挂上去 当我把店员街上灯亮的时候 我走到楼下一看到川巴子招牌 终于又亮了 一生的心血似乎都在这三个字上面 而因应疫情在川巴子开放内用前 也让13年前开发颇受欢迎的干拌面 重新退出 店内最受客人欢迎的葱油拌面跟辣面 试着把它做成调味包 当时的关妙面配上我们的料包 当年川巴子创立就遇上SARS 这次因会招牌 同样面对COVID-19疫情的考验 然而张永华仍怀抱希望 和吴静感谢之情 这一次COVID-19的疫情 它的影响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跟2003年时候 SARS的疫情影响是不一样的 还没有人预测何时是个镜头 期待着我们能够度过这一次疫情 能够重新再出发 非常感谢房东 非常感谢我的这一帮伙伴